我是济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副支队长张宝国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这里马上就要进行的是一场模拟实战的排爆演练 排爆演练是我们排爆队日常训练的一部分 那么我们排爆队呢 日常执行的就是危险的排爆任务 接下来我们就到演练现场去看一看 我是194年 1984年高考的时候考取了弹药专业 年大学毕业之后 我在这个弹药技术工作岗位上工作了11年 从99年的9月1号脱下军装穿上警服 成了当时公安局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专业排爆手 20多年来 我基本常年以炸弹为伴 几百世纪死神擦肩而过 印象比较深的意思是2016年 青岛两名居民收到五个装有爆炸装置的快递价 犯罪嫌疑人在家中引爆自制炸弹 自权 赶到现场之后 我就挑选了两个经验还比较丰富的同志 做我的助手 我们成立了临时的排爆小组 因为开箱子一不小心拉着绳就会炸 我们都是小心翼翼的去打开路上 最终我们三个人手工拆出了第一枚 当我们拆第二个的时候就要更小心 因为我们需要把里面细细的线引出来 再接上一百米长的细绳子跑到外面 躲在掩体里面去做验证实验 当我们轻轻一拉的时候 这个爆炸装置又炸了一个大坑 与死神敌的最近的一次是在2005年 我带队在山里销毁爆炸物品 突然间飞弃弹药中的老旧发言罐泄露气候 窜奇的大火把我团团围住 身上还有其他的部位 被高温灼伤 当时是全身8%的边际伤伤 后来的我的使用 因为受伤比较严重 还落下了气急伤惨 这次几乎就断送了我的牌报生涯 其实家人也知道我的工作的危险 超年为我担心受狂 我见到他的时候 他脸是跟肿的跟盆似的 手上是缠着后腹的胶部 上外伸着那种黄黑色的液体 从他一刻我也想 他做好了 他能怎么熬过去 我一定要劝劝我第一个好 经过长时间的治疗和康复训练后 出院第三天 我又去了排报现场 三个战友到了现场一看呢 感觉到比较为难 就给我悄悄地打电话 我想到我怎么能起电话之后呢 如果是我不了解现场的情况之后 只会失误了 我们战友的安全就没有保证 所以当时我就很着急 我就说了什么 来车 来车接我 我有这些经验在 我有这些专业在 我又是队长 我必须要保护好我的队员的安全 我更要为了更多的百姓的安全 去站出来 去冲上去 再危险的工作 总得有人去干 我是学这个专业的 我懂这个专业 或者说我干了这么多年 我有经验了 我不去干谁干 为了最大程度的减少伤亡 在排报现场 最少的人数 最少的次数 和最短的时间 如果有一个排报数在场 如果发生意外的话 就只有一个人的伤亡 一个人能干的事 就不要让第二个人靠近 我还是队长 我党量最长 那么有危险 有我在 我先上 如果是我不幸牺牲了 或者受伤了 我没法再排报了 才能轮到你们 我也想 用自己的这种模范作用 带领大家 来影响大家 让我的每一个排报队员 都能成为 这种关键时刻冲得上 打得赢 能战 善赢的队伍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